上来的时候就说 我们才半年 男生就想跟我结婚了 是要跟人结婚吗 我想订婚 订婚我也不敢想啊 你是觉得是因为感情不到 还是什么原因啊 觉得不到 我们感情现在是很粘腻的 但是我觉得订婚是两回事 订婚在我们那边太隆重了 亲朋好友都要坐镇的 那你万一到时候 我俩没成没结婚呢 你这燕不白白了吗 不管是你的经济上 还是你的就是那个名声上 都会有损失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不是很成熟 他完全没有 现在没有办法做好一个丈夫啊 或者爹呀这些 他自己都是个孩子 怎么还说到爹这个事了呢 就我俩刚开始谈恋爱 他们家人就有次吃饭 说你们什么时候生孩子呀 我当时就直话了 包括啊 他的外甥小朋友嘛 直接叫我舅妈 就好像我过了门一样 就是我其实就想着 结婚就是要认真负责任的 我觉得他没有我这么认真负责任 我也认真负责任的 我还想跟他订婚 就是工作的话我都打算好了 就是玩嘛 现在旅游中 然后就十月份的时候 把工作定下来 然后给他一个长远的一个未来吧 踏实一点 但是他现在就这样子挑我的策 让我有点没有安全感 他没有安全感是因为追我的人太多了 他想早点把我定下来 就是怕我跑了 我问问男生啊 你喜欢他什么呀 他的外在和内在我都特别爱 外在我们就不说 他内在什么让你特别爱 他内在首先 他是非常有个性的 非常自由不羁的 跟我有点像 他是有个性的 他是自由的 他是不羁的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描述对吧 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 他其实除了喜欢这些东西之外 他还要更现实的 更稳定的结构 我会去把后面的路给 为什么是会 而不是现在去做呢 因为现在在旅游中 所以这是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对吧 对 好 那你觉得你到了他们单位的这种指手画脚 你对他未来的规划算不算越界呢 我觉得不会 因为是比较相同的人 所以觉得 要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态度 就是说 要往更上面去走 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一个杭州周边小县城的工作 我是已经在大城市工作过了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然后在那个是小微创业公司 我是以创业力量加进去的 所以我给他们做培训 其实我是想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那如果你在大公司里做员工 你就是一个员工 但是如果你是在小公司里面 可能是一个合伙人的角色 这样子 所以你了解他这些吗 我了解 了解怎么还会那么荒唐呢 我有点担心 因为他公司里的人员都在吃着零食 刷着手机 聊着闲天 对 最关键的还允许你去下胡闹 对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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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